中国妈妈很年轻 中国妈妈是一样的 我爱是伟大 然后我又爱入山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杨 他是小米他说了 我们是杨米家夫妻党 大家好 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因为很久没有这么坐着 跟大家说话 作为三个宝贝的妈妈 你觉得幸福吗 有的时候其实看小杨 确实是身心疲惫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你带孩子 你的时间工作 是怎么分配的 因为平时其实我们两个 非常非常忙 因为我是妈妈 可能我会 就是我孩子是第一 不管怎么样 我孩子需要我 我肯定会在的 比如说我要是开会 你没法去接孩子 我肯定会取消我的会 然后去接孩子 她的时间上相对而言 母亲嘛 比较迁就我 对 作为一个中国的媳妇 即将就有第三个宝宝的妈妈 你作为一个母亲 你是什么感觉 就是特别有压力 因为怕教育不好孩子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 是最重要的 对 要是父母培养不好 然后教育不好 是 孩子后面就什么都没法干 对 所以我要给他们准备一个条件 对 然后一个教育的方式 让他们去 就是长大了以后 他们也会做好父母 然后做 去工作 对 要是你不教育他们 做一个合格的父母 对吧 是 因为他们从小就看我们 他们会学习特别多的东西 对 因为孩子和那个麻布一样 就是他们 就是麻布吸水嘛 对 孩子他们都是吸 他们都是吸 他们父母做的一些事情 对 所以这个东西 根本不能 就是 没有下一次机会了 对 就是 没法 没法 不能尝试 就是你要付出你的 这个所有的心思 去培养教育孩子 对 对吧 其实小杨说的非常正确 我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明白 我在说什么 但是 有一些问题 你们可以在评论上说 然后我后面会补一些 对 我做母亲 就是 有一个保护的感觉 从孩子出生了以后 我就 我就 有这个感觉了 就是 就像老虎一样 你看老虎 骗人动他的孩子 他肯定 对 母老虎 对啊 是 我觉得 我认为 父母 那个妈妈们都会这样 就是自我保护 保护孩子 还有一种 无形的压力 就是要教育好孩子 对吧 对 我让他们比我还厉害 知道吗 对 就是我得不到的东西 我希望他们有一天能摸得到 我作为母亲有一种 就是幸福的感觉 我看他们 我觉得自己 就是有了两个儿子 就是特别幸福 就是看他们在我的身边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白天开会 忙碌工作什么的 会出一些事情 然后 不开心 开车 特别的难过的那种 然后我一开门 看到我两个儿子 那个事 我就不存在了 是 所以 这是一种幸福感 作为母亲的一种幸福感 是 然后 看着他俩一起玩 一起说话 特别是大宝 因为他俩差六岁 所以大宝比较懂事 然后我看着他 还是觉得 其实我们 幸福的 对 就是作为一个妈妈 满满的幸福感 首先 对吧 是 然后他是 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要教育孩子 然后就是要保护他们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 也是跟大家分享 我想 很多的母亲 应该都有同感 肯定是 我知道在中国 大家会说 母爱很为她 然后父爱入山 这个你也知道 妈妈叫的 妈妈叫的 所以 就是 我能感觉到 就是 咱们两个对孩子的爱 是不同的方式的爱 是 对 但是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孩子 对 就是 不管是你是母亲还是父亲 对 就是 孩子是很重要的 因为没有孩子 就没有家庭 没有家庭就 安大了 对 我们家的大宝 其实 他很多时候 就是比较能够体谅 我和他的妈妈 就是有时候会看到我们工作很累 然后他就会帮忙收拾一下桌子 他特别懂事 摆一些板块 对 有的时候他都会让我哭 因为都是 他看我们累 或者是 就是 生病了 还是 怎么着的 然后他会去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根本 就是七岁的小孩 就是应该不 不去关注这些事情 是 但是他因为他看到我们 是 就是他是一个大哥哥的样子 是吧 是 然后一定弟弟呢 就比较调皮 就是他可能 对 二宝 千万 是 二宝就比较能动 所以哥哥呢 就是非常让着他 是 对 然后就是 我们觉得 还是觉得就是 可能他们两个差的年龄大一点 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就是哥哥真的是可以 到了一定年龄 他比较懂事了 可以照顾弟弟 对吧 然后也能比较体谅 爸爸和妈妈 没想到要差这么长时间 但是 也是一个好事 有的时候 他自己 就是 没事干的时候 然后他会偷偷在 他自己的房间 然后找不到人了 然后我们偷偷去看 去看 去看他在干什么 然后找他 然后他 原来他在画画呢 所以我觉得 他的兴趣 爱好 就是画画 对 是的 所以我 我们就是考虑 给他找一个 学习方式 然后让他 往这个方面发展 对 其实他就是 比较喜欢一些卡通 对 卡通的一些人物 漫画 漫画 然后他就是 因为我们俩 就是在地龙相识的 然后我们又 后来带着我们家 大宝去的 这个地龙 然后让他看到了 地龙的吉祥物 就是毛头鹰 然后他一直想画 毛头鹰 特别可爱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 他说 如果有一天 他能够知道 怎么去画 这个毛头鹰 他将非常的高兴 是吧 所以说他妈妈就 在网上找找找找 看看有什么样的 一个好的方式 让孩子 对 在线上 在网上去学画画 其实我当时也是觉得 要不让他自己画 画着玩就行了 嗯 但是你还是觉得 既然他喜欢 我们要 必须要支持他 对 就是鼓励他去做 这个说的非常好 我非常赞同妈妈 说的这句话 就是要多鼓励孩子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家的大宝 也是会看出来 不是很自信 就是这个时候的孩子 其实对于 我们父母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 多鼓励他 不要去打击他 就比如说 他画了一个画 你就是觉得画的不好 你要跟孩子说 哇 画的非常不错 但是不一定 非要说是假画 但是呢 就是一种鼓励的方式 去告诉他 如果他真的喜欢 其实就像小杨一样 作为一个非常合格的母亲 就可以在网上 找一些信息 看看是怎么样 一个学习方式 让孩子可以 慢慢地接触 基础的 这种画画的 一些学习 其实还是有用的 所以那天呢 我们俩就打开门 一看孩子在里面 学得非常认真 我们也是觉得很欣慰 对 就是说 所以把这段 能力的培养 也是跟大家分享过来 然后让大家也知道一下 而且我们选了 选了那个 那个课 因为他是用中文小孩子 对 他这样两遍都要学习 对 他既能说中文 然后又可以学 他喜欢的东西 对 所以他不觉得 学中文很烦 对 有的时候确实 他会只是学中文 他会觉得很枯燥 对 因为那些字 我自己都 永远写不出来 所以我可以理解 他的痛苦 等着我的小公主出来 我也得给他 让他学学话 行行行 我报名 到现在不告诉我 是不是小公主 秘密好不好 秘密 好 这种我可以告诉大家 但是你最后才能知道 基本自信要知道 然后你才能知道 行 好好好 你千万不要忘记 他是个孩子 对 首先 所以他不能一直在那坐着 然后在那很累的那种学习 一天12个小时 是 因为有的孩子他们会说 哎呀 一学习 一体学习的事 他们会去 哎呀 我课了 我饿了 我要尿尿 我要那个 我要这个 你要找到一个点 他喜欢的一个点 去用这个点 让他更爱学习 反正这个学习 他必须学习 对 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作为母亲 你要让他喜欢上这个东西 去引导孩子 不能把之认给他 然后让他去写一百个字 对 这个他肯定不行 就比如说 我们家大宝学钢琴 然后那个小杨呢 就跟大宝说 你弹一个曲子 我来唱歌 然后这样呢 我们家大宝就感觉非常感兴趣 就是像在跟妈妈比赛 或者跟妈妈配合 他就很感兴趣 就是来一个玩的东西去 对 就是说让他和他的妈妈都有参与感 是 这样的话 他可能就会更感兴趣 如果让他自己去做 可能他就很骷髒 他肯定会烦 对 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孩子 所以说 所以也必须找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方式 让他去学习这个东西 对 艺术这方面 比如说孩子学画画 这个很重要 他就在一个艺术之都 就是在巴黎 对 所以说他去 我们带他去博物馆 他特别喜欢去看博物馆 对 而且你也喜欢这些东西 历史古董 是 所以他从小 对 就是看到了这些东西 对 有的时候我要路过 看一些雕塑 我就会给他讲 比如说这是罗丹的雕塑 有的时候 他们会看一些 对 我们会看一些纪录片 对 就是关于历史故事 拿破仑 一些艺术的一些历史故事 包括一些中国的 像那个花木兰 对 他很喜欢这个片 像孙悟空 像三国传 这些 其实我也会让他看一些 所以这孩子 其实他接受的是 中法之间的一个教育 对 两边都得知道 对 是的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家庭给他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对 一个学习的环境 和一个教育环境 本身爸爸妈妈都是 比较高的学历 都是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 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家庭背景 渲染孩子 让他们作为一个学霸 学霸 其实我们俩有的时候 经常会周边的朋友说 我们俩都是学霸 就是各种资质 就是开公司也是 我们开公司也是 各种资质都是我们自己去考 一考就考过了 这样就 对 反正学到的东西都是自己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如果你想去过 生活就这样 活到老学到老 其实我脑子里面 一直觉得自己16岁 但是有孩子了以后 他们在我身边以后 我就会觉得 必须当这个字人 你知道吗 对 所以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然后继续给我们留言 对 我非常认真的 每一个留言都去翻译出来 然后看 然后我会恢复的 我自己恢复 我不会恢复的 让小米恢复 对 所以喜欢大家 一直支持我们 杨米家 富士党 对 爱你们哦 下次见 下次见 爱你们 关注我们杨米家 拜拜